你好 你好 生气了 自私啊 不说不拍吗 人都来了吗 来都来了 啥叫来都来都来 啊 几月份了 你昨天直播才卖了58份 不是不拍了吗 咱现在没有这个时间去拍这些东西 才58份什么意思 你这个营收就上月期的第一 咱不应该想有办法吗 我是大导 现在呢 任职于一家短视频公司 然后我负责的项目呢 是课程开发 我是思思 我创业五年了 是一个创业老兵 然后有一个非常有爱的团队 可以给可爱的宝宝拿一个外卖吗 外卖吗 就是这样 可爱的宝宝 你资格被人拿一个外卖宝 对 走了 去拿快递的路其实只有500米 但是我会故意的再多绕出一公里了 就是为了多玩一会滑板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天性爱自由 然后喜欢到处玩 我给自己最新的这个个人简介写下了四个字 叫做太空浪子 就是思思其实她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她创业过三次 然后她每次都是挣钱的 就是没有亏过钱 头一回亏这么多钱 她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和焦虑感 她会把这种焦虑传递给我 传递的方式呢 可能就是比如通过开会的时候吵架 我强烈建议 艾瑞的钱还是我们团队的出货 你做没做 道歉 道歉 鬼鬼 道歉 不应该跟我诚挚道歉吧 我是一个百分之一百二头工作的人 就基本上我每天的做些早十点钟到凌晨三点 以我的标准 我不知道大岛的生活和工作的占比 从团队的角度来看 至少她是工夫最早走的 她最忙的时候也就是我的每天 可能还不到 你几乎就二十四个人在家 我百分之八十的时间都用来工作了 随时都有人在考 根本就没有明显的上下班的时间 我们部门背着重要的体验 我们团队现在挣的钱大门 来四五个人 只要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而且她是稳定收入 到现在还没有请过年假 就是思思她就觉得这不合适 说我想去摩托车旅行 我想在我这个二十八岁的生日 找找自己的意义感 这就是英雄之旅 至少要三天以上的时间 所以我就必须得请假 我感觉就是我上当了 然后就是被套牢了 就是被思思的一步一步套牢 越套越往里 你的排期 你的客户 你的用户 这些东西是不会变少的 它只会变多 那一个人请假出去玩 剩下的工作谁干了 它可以是一个team 是数目团队合作 我们用互补的形式把它补完 把它让它运转良好 没有可能说离了一个人就转不动 我自己会平时和朋友去喝喝小酒 看看电影 去摩旅 我们一块跑山 这些构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元素 我觉得我在活着 摩托车其实有带给我三样东西 时刻处于危险中 在这个速度下 你在判断事情的方式就变了 最最重要的就是帅 骑摩托近山就是 油门一响 爹妈白痒 手机一关 谁也别找我 摩托车才是最重要的 谁也别拦着我汽车 这种事要不行 该辞就辞了 就是领导需要嫖叫 条件反射你知道吧 就每到节假日 他就认为你应该出去 我要休年假 怎么就不让我休年假 你爽不爽 你爽不爽 回来该干嘛干嘛 你找一份工作不就完了吗 你爬这个呢 你这肖下嘴事一碰 你说完了 装了四个人 这仨北京人 就我是怕敌的 是吧 我这一个月房租多少钱 但是呢 我这老板不光是好朋友 还是个女生 离不开你 你说我这事我就要去活着 我这事就要包装 明明你上班你咋要走 老板 先算就好了 这事 都是对付老板有招的吧 怎么着就包装上来了就 我一定会请 我必须要请 我绝对不会批准 达到的这次请假 我会离开 我不干了 不可能 我想好了 我做到了 时刻说服每个人的准备 我觉得你这个搞的就特别像那种综艺 你知道吗 今天找你过来 就是想问问你 就说我这价你为什么不批 当然不能批了 其他人现在怎么想 对其他人公平吗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请假 为什么别人不能请假 我也不能请假 我并不是因为我工作努力 工作目标达成了 我可以换到一个请假的机会 你想修你修 但至少我要把到底跟你讲明白 嗯 第一个实际不对 我觉得实际不对 这句话 不是蠢就是坏 但不是说你啊 就是 您这还不是说我 创业有创业的时机 每个人的生命和生活 也有自己的时机 下午三点 有人退款了 有人觉得我们这有问题了 您咋解决 我们难道就没有应急机制吗 咱们不说我出起摩托车了 我现在就昏倒了 我现在就不省人事了 或者我现在就不在这了 怎么样 然后出现了意外情况 就必须等我来 嗯 你是一个管理者 嗯 那我觉得你说的这些太儿戏了 团队需要什么样的leader 而不有问题 他出去玩 他在玩 我找不着他 Leader是要承担责任 没有错 但这中间和我启蒙的事并没有冲突 你启蒙的事我尊重你 我看这我也觉得挺好的 嗯 多野心啊 我觉得挺好的 但这我选了 我选了我认 你认吗 你认你自己现在选了一家创业公司吗 创业公司是啥呀 就是我们就是要挤时间 把我们每补的那些颗都补上去 就跟飞机跳伞着的时候 该你在的时候你不在 你告诉我回去补 谁补我补 你不觉得你身为一个男人做这样的事情 如果是我 我开不了这个 那你当初是怎么选择我 你是有野心的 你不像你表现出来这样那么想玩 你是非常想建功立业的 但我觉得你处在这个关卡 我是看到了你想有一个自己的事业 而且我觉得你心里挺义气的 不会背叛我 就我觉得你是缺那个踹你一脚的人 那我愿意唱这个黑脸 像你追到后面跑 都不是踹一脚的问题 我感受到了你想激励我 带着我一起做事情 但是这一脚没踹在身上 没踹在身上 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对 你很享受工作 你把你的工作带进你的生活里边 但是我想把我的生活带进我的工作里 我的生活占大部分 工作只占一小部分 这就是我想最后达成的 你知道今天外面有多少人找不到工作 这是多少人梦梦以求想进来的公司 每天咱们打开微博私 你都一堆私信 你还招人吗 你还招人吗 我特别喜欢你们价值观 我特别喜欢你们公司 我每到此刻我都会觉得 深深深深深深的不公平 你只告诉我你不想干嘛 你不想加班 你想过你自己的生活 那你想干嘛 你的终极到底是什么 你的终极就是 你的终极就是 闲着 你的终极是什么 做迪士尼啊 做迪士尼 我就没变过 我就是要做迪士尼 哎呦我都自己都感动了 不是我一想吃那么多苦 还想做迪士尼 我真的是疯了 那你问过我的终极是啥吗 你要听实话吗 我也不想骗人 我觉得不重要 我真的觉得不重要 我觉得迪士尼挺好的 当我的构建的这个场所 它足够大 这个乐园足够大 谁的梦想都能扔进来 所以我不关心 我不好奇 你是不是今天想玩一下 今天怎么样 我觉得不重要 那一个终极问题问题 都不重要 对 现在做的这些事情 和迪士尼差了十万八千里吧 没有 是在那条路上 你觉得 特别低低 我觉得我每一步都没做错 那么迪士尼我们总共分几步 现在咱做到哪一步了 我看不到 你可以问问在座的剧组 所有的剧组老师 其实他们都是做过电影的 真的他们做电影都是怎么做 你倒是说 咱们现在做的哪一件事 是在往这个方向上过 我觉得太无耻了 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我觉得真的 对不起每一个我们的用户 不是 我们的用户喜欢我 看到我无数次在下面 给我们的片子留言 是我们现在做的挺糟糕的 我没有说我们做的糟糕 我说我们没有 我就是感受到了深深的鄙视 是 你不能理解 你同时很顺度 就是哭得梨花带雨 这个 美女落泪这谁受得了 不然就会显得我一个女 创业者老哭你知道吧 还无理取闹 我特别害怕 我带领了一部分 就是代表了一部分 女性创业者的形象 她们就说 你创业者就是喜欢哭 所以我这会儿 就让我再平静一下 我 她说 我不想给了 不给了 虽然我们谈话很艰难 但是她把她的 心里的真实想法告诉我 又坚定地说了一次 她想做迪士尼 然后她打算怎么做 我觉得这些东西 促使了我 我还是觉得愿意 跟她一起做一些事情的 我就是想 跟思思说 其实这个世界上 百分之九十的人 都是平反人 她应该知道 她应该了解 我们这种人是存在的 而不是所有人 都奔着那个 最遥远的迪士尼进发 今天的谈话 并没有改变本质 本质是 这是我选的人 我觉得它就像一种阵痛 你身为老板 你就要接受这种阵痛 这种阵痛是 会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 你怎么对待她 如果一个人有阵痛 你就抛弃了她 你就对她没有信任 也不去培养 那别人就知道 说如果我有这个阵痛 是不被接受和允许的 那这就不是一个能够 长久并肩作战的团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